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于理解这个东西很重要 先念分先语经验 我们说理论上历史这样一本学本 应该是坐落在对于经验时的 理解之上而去往下发展 但呢人类呢总有什么 生命当中中有一种不晓为什么的企图 或者连心 你总会觉得我活着干嘛呢 有意义吗 意义是什么东西 我除了像王永青那样赚很多钱之外 还能干嘛 该医院还是怎样 人会不断去给自己找到麻烦 这个叫行乐上的冲动 行乐上的冲动是你才讲的 不是我讲的 我们都有这个东西 换句要说理论上是追求一个 经验值的学门而已 对不对 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种去处理这种经验值的东西呢 我们总会忍不住去想 那么 你看哦 要开始搞到这个东西了 历史的演进跟推背 历史的这样 好好好 有没有一个原理 就是一种看法 或者有没有一种终极意义 对 有没有一个终极意义 出来了 对 比方说在整个基督教传统 人类历史发展是上帝意志的展现 就是这样子 历史 把它看清楚 它就是展现 上帝意志的展现 上帝也是看不到的 上帝是先念的 理解上帝 必须从其能家经验来解释它 所以很多人就会说 OK 上帝是终极意义的保障 这是一种 黑客就看什么 黑客就看什么 绝对理念 绝对理性 诶 我不曉得 名字有点忘记了 有一个什么 绝对理性 是吗 忘记了 反正有一个理性 大帝不见 那是一个绝对理性 是个绝对理性 在主导 主导的历史的演进 不然各位 我们怎么去思考历史的演进 你那么拼干嘛 你不断的追求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干嘛 为什么要搞新闻的公正客观 一天到晚追求那些干嘛 如果你追求这个东西 跟历史演进的最后的目的 没有什么大咖的话 人只是一个什么 佣姐 我最喜欢高中老师讲的话 其实还蛮新最高的 历史只是什么 一段 不断错误了我 对不对 刚好那个人请过来 发生两战争 那个打败 对 刚好拿破了帝 碰到什么 碰到滑铁炉 对 英国的魏林公姐 刚好在滑铁炉被打败了 整个欧洲历史都扭转了 难道人类的历史文明发展 就仅仅只是这样子吗 它背后没有一个 更形而上 更经验值的解释吗 对不对 人们会去追问这个问题 像 这个是比较传统的追问方法 要么问上帝 像佛教人 问英国 或者干嘛 我们去追求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叫历史科学 慢慢的开始发生的事情 所谓的现代西方科学发展之后 我们开始对西方的东西不怎么相信 对 我们追求某种可能的结构或者理想 所以呢 用一个比较最简单的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因为他处理的 这叫马克思 对 马克思他就会有一套 想要出来 在资本主义下 对 胜于价值的资本 所以人类的社会 会从原始的社会 到封建社会 到初期的 早期的自分主义社会 到社会主义 然后到共产主义 换句话说 整个历史的推演 一定有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 虽然不是像上帝那样子 处于鲜艳的 但它是有一个 可以被理解的原理 在支撑着 换句话说 历史的原辈 跟自然科学的一样 是有一个道理可以追选的 虽然录制证的过程 有一点很难被处理 跟被解释 但没关系 这是人种这种冲动 你看 马克思是一种想法 基本上 马克思是一种想法 它有没有人 还有很多 比方说像我们 独历史的话 叫年鉴学派 很多啦 你就是理解这个东西 这一种性质的思维方向 我们称之为历史哲学 这一种性质的思维方向 只要追求的 你为什么这样读历史 你所追求意义 在于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概念 所以我们读社会科学要懂 要懂什么东西 要懂 人家这样追问 到底是干嘛 这可能为什么吃饱 没吃饭 发明了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干嘛 人家追求的是这个 历史发展过程中 最后有没有一个终极 意义的原理或道理 可以追寻 因为这样我们将会推测 未来历史的发展 对不对 我们假设未来的历史发展 是接近上帝所设想的 为了接近马克思所设想的 那样子的社会 我们人生的什么 在这个县市的努力才有意义 你那么努力 搞不好看 又是社区的 又是什么东西 小世界 要创造社会社区的发展 找了半天 你社会新闻信 喊的那些东西 for what 到底要干嘛 你那么努力要干嘛 如果说一切就是一连串 偶然发展的不确定的话 你那我拼干嘛 对不对 那当然不是啊 我们总会努力的假定 所有你的努力 都有可能促进最后一个什么 终极意义跟目标的什么 行程 所以我们总是忍不住 会去思考 从历史的角度而言 我们会从行得下的经验值里面 去推理 或者去推演 整个一个历史无名发展过程中 最后有没有一个目标跟标定 你要先理解这样子的思维理路 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一个大的思维理路 往下套会有各式各样形式的分化 那个我们再谈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 各位 所有人一旦懂 我们就开始从新闻始终这样子 新闻从早期的习到罗马 一路发展到苹果日报 到底有没有意义可言 对不对 不然你要 假设很多人喜欢苹果日报不好 要改革苹果日报 改革它干嘛 因为你钱赚了给它少 还是这样 对 我们希望报时 既然发展发展 报时最后可能更好的什么东西 对不对 更好的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对不对 那所谓的更好 是什么样的更好 总有有去追问这个问题 我们要去理解 那学问的冲动 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性质 就是所谓追求 从一个经验值的过程当中 追求一个其而上最后的什么 意义的展现 你要去理解这种理路 这个在大文学问系统当中 我们政府的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的这样的思维取近 这个不是什么 对 像结构主义也是 结构主义说 我们历史的发展 其实后面有一套结构在处理 就是这样子 你先不要理解 慢慢的你到底就 你开始碰到这个问题 你就会知道 原来这些讲来讲去 一堆有没有的 是坐落在这样的一种学问的 发问系统里面 比较容易去理解去处理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问 因为很简单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我们已经讲过了 像终极意义这样子 像上帝意志的展现 是属于什么 形合上的 像马克思 像结构主义 或像一些现代的社会科学 所谓的 从这个地方发展出一套原理原则 这样子的东西呢 它是追求什么 从经验而来的一套 人类的头脑可以推理出来的什么 理论 懂我的意思吗 人类的头脑可以推理出来的理论 一个是上帝的 一个是人的 不管是上帝的也好 不管是人的也好 总之有一种什么 形合上终极意义的冲动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东西 以后你在读西方新闻史 或者所谓新闻演变的整体过程的讨论当中 我们会碰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一旦你把我读懂了 你可以把它打到地上翻掉 为什么 很简单 像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台西方 新闻发展的史 会说 新闻的发展是什么 一步追求自由的历史 对 我们新闻是为了追求自由 对 一路不断追求自由 自由 所以新闻就一路发展出 中国是在网马 发展到 保存 苹果之报 所有的一切 无非是为了自由 现在这种概念 其实 坚近于上帝的这种概念 自由是什么 可以曉得 什么叫自由 自由其实又没有办法 为了论这个东西 形而上 对 换句话说 他对于整个西方新闻史的理解 是放在对一个什么 形而上意义的追求 等方法 另外一种呢 他不是这样讲 我个人比较配套是这一种 西方新闻历史的发展 有他一定的什么 物质基础 比方说 我们就开始这样谈 为什么保持会发展 有印刷处才要保持 没有印刷处之前 怎么会有保持 很简单 用非常可以理解的 什么经验界的事实 去解释一个历史发展逻辑 你看哦 这是两种不同的理论 两种不同的理论 会决定我们对一个 历史叙事的完全不文章 他没有 比方说 为什么internet留不起来 你刚才可以说什么 internet为什么起来 因为电脑发达了 网路发达了 有很多物质的经验基础 来决定他的什么 背景和发展 你用这种想法 你处理的 就是所谓的 试着以经验指的方向 以原理的性质 来谈一个东西 那很多人啊 你看一些比较喜欢新的上的 广乎的发展 是不是人类追求什么 新闻自由的利益 有更好的表现 对不对 你有没有 你都会在那边偷啊 什么样 什么样 有没有 在解析一个东西的发展 又用一套 新的上的东西 把它架上去 对不对 你懂我意思吗 很多老师其实都不知不觉 都会陪在新的上 这一次 我们人类要追求 怎么样怎么样 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的历史基础 到底是怎么样发展 以至于它会导致这样 很多人是不论的 或者他从不管它 我们要追求人权 追求什么 因为人权是主持 这样子 做要怎么样怎么样 这是两套很大的不同的什么历史的礼物的发展 我们把这个东西呢 称之为唯物 唯物主义的思想 你不要看到唯物主义就像个办事了 好像会死掉 不是 这个叫唯心 用一般大的哲学的发展 就是唯心主义的发展 历史的发展 最后是用终极以来决定 所以是新 什么叫唯物主义 我们解释 一个历史变迁跟变化 解释的态度跟方法 是去追求经验值当中 可以被理解的素材 可以被理解的因果原因 这样你懂吗 比较说台湾的女权运动 不错啦 台湾的女权运动 在整个亚洲平比是算强的 你要讲 因为女权 女人也是人 对不对 所以女权运动 是一步追求什么 自由与平等 一步追求普世价值的运动史 这样子你要这样讲 你四而三扣一 对 听起来一耍 对 对 你死也就不能这样讲 我们就会做好固扰 虽然那个很重要 但那个不重要 最重要是什么 台湾的企业发展 中小企业 以及整个工商业 电脑社会的发展 让女人可以怎么样 让女人的体能 让女人的这一种身体的特质 可以比较容易赚到钱 对 真的啦 女人开始就也充分就业 钱赚了比男生来够 我从每天的业界工作来够 我也都出管都女生 当女生钱够 她干嘛不离婚 我的意思是说 当女生 她有办法追求更多的物质上的保障 自然离婚率就会增加 离婚率增加 其实某个角度 是女权自主性 伸张的一种象征嘛 对不对 虽然说 女权自主性伸张的意识 不一定要跟女物有关 但那种这个象征 换句话说 解释女权 我们不一定要处理 什么自由共振客观啊 我们可以什么 见识的经验词 找到合理的解释 去对她家里说明 来阐释一个 经验现象的发生 对不对 这样一种思维态度 我们称之为什么 唯物主义 你不要看到唯物主义 会怕 我们也找到更好的 其实 其实 她本来就是这样 她应该很学 除了 比如 她是用唯物主义的概念来处理 这个叫唯物主义 这一堂课 这一堂课 我是用这个态度来处理它 我会用历史经验值的现象 来解释 为什么 我们西方新闻式的眼镜 是这样的眼镜 对不对 总有她一定 可以被理解 可以被解释的 经验值的现象来处理 而不是高谈一个什么 心而上的力量 因为心而上的力量